就是涉及我們這個網聚 有很多朋友說有很多很多提議 但我還沒有空出去看 我希望這個星期日左右 我會有時間出去看看 我就會預計 就不要說多少位那些 最重要是大家開開心心 我也會貫徹我們 黑卡會員會有大優惠 特金卡會員會有中優惠 沒有卡會員當然沒有優惠 這就不用說了 我們試試在哪裏 找一個地方 會有一個舞台 因為我也想找一些嘉賓來表演 坐慶一下 亂一場 因為我們是名人 當然要找一些人亂一場 然後我最後才出來 這齊早上等到現在溫馬 因為我不唱譚明倫和忠俊的歌 我只會唱溫馬的歌 那麽大家密切留意 那麽仍然都是那樣 那麽我就會在 那麽我搞清楚 我真是鼓琳氣 為什麽這個612人道基金裏 真是批得這麽少錢 我不知道運作 我先不去罵他們 但是那麽多錢要花的時候 那麽我就覺得 真的要籌些錢 我給星火 因為612他們做不做事 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他們都是有做事的 但是星火就肯定有做事 我認識他們 那麽他們用什麽律師 怎麽做事 我都知道 那麽我就覺得 我們這次的聚會 扣除所有成本 全部捐 那麽簡單 因為我們是商業運作 我們不是賺這些錢的 那麽到時大家 譬如說 那麽釋除心意 去到見到的 現在環境一般 捐20元10元都是心意 有能力的 捐多一點 就是叫做幫一下 老實講 法律的後盾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想想一個年輕人 面對這些事情 你記住 你無論講到他多勇武 是年輕人 那麽多想大壓力 在家庭上 無論是經濟上面 心理的負擔 各樣東西 你如果能夠有專業的律師去幫他 跟他講你的案子 有機會 起碼他在被真的上法庭之前 那個長時間 因為現在長時間 幾年後都會告你的 你起碼那幾年後 我自己揹個個案子 是很亂不聚裁的 那麽你起碼 會有些專業人士 去跟他們講完之後 是平復了他的心情 心美 他才繼續去過山回去 日常生活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要幫這些年輕人 那麽 我希望這個禮拜 我們出發前 會公佈到價錢 和合作單位 因為我們一方好意 一心好意 都是這麽說的 我都要跟星火談一下 如果我們這次這樣做 怎樣去籌款 怎樣去 怎樣都要去 我們才可以說 如果不是 我就寧願 沒有麻煩了 不如放一個箱子 你們隨意捐 這樣就不需要 那麽尷尬 因為我很怕有公開盤數 那些東西 那些就很噁心 那麽當然 你說酒席 其實說真的 大家很公開的 例如3,500元一圍 我一圍 一個圍是500元 6,500元一圍 就有2,500元 但其實有些加日 酒水 我虧錯也不肯 於是 看怎樣 到時都要談一下 希望多多一點 可以升火 就不要客氣要賣東西 直接大家喝完吃完 不是多錢的 每人給多一百幾十 譬如一圍有2,000-3,000元 那10圍有2,000-3,000元 我不要當多 30圍有10,000-8,000元 都叫做不無小補 因為他們其實 以我所知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幫那些抗爭者 或是之前被捕入獄的 要這樣說 之前被捕入獄的 那些天琦 每個星期 每天看一份報紙 看兩份雜誌 其實不是多錢 上次的節目講過 一個月只看這些 一個人都要1,000-2,000元 總不理我 我覺得 你入境錯過6、7個議事 沒有人看1,000-2,000元 報紙一個月 雜誌 都不是過份 但是 有6個 譬如說 有7個 就是1,000多元 還未計其他 或者有些少少的 對家人的支援 我不知道 都是要錢的 我相信另一件事是困難的 這些每人的1,000多元 大家是願意給的 希望我盡快確認到 我問那些酒樓 因為太少 我不想一街 一爆起上來 只要1,000多元 那怎麼辦呢 是啊 那現在就是9點 現在9點9 現在9點9